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回去妈妈回来了 你看着点儿子 儿子的 真好吃 真好吃 别吃太多巧克力会上火的 糟糕 给我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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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糟糕 好了 巧克力交给我保管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不许偷吃 听见没有 好听见了 听见了 真好吃 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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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一定就在橱柜里 围裙妈妈最喜欢把东西藏在高的地方了 好听 好听 果然就是这个 五个五个 怎么会剩五块呢 一共有十块巧克力 昨天吃了四块 十减四应该是六 好听 好吃 成功了 都去睡觉了 怎么只有五块巧克力了 一定是大头儿子倒吃的 小偷爸爸 小偷爸爸 那不是巧克力 那是橡皮泥 小偷爸爸 你偷吃巧克力 别说的那么难听 这不叫偷吃 只是悄悄的吃而已 我还想问你 怎么里面只吃四块了 我也吃了一块 撒谎不是好孩子 你偷吃的不只一块巧克力 你可别冤枉人 撒谎不是好爸爸 很难 是你偷吃的 是你偷吃的 是你 好了 都不要吵了 大头儿子 小偷爸爸 小偷爸爸 画了告诉你们那块巧克力 是我吃的 是你偷吃的 好 又是你偷吃的 是你偷吃的 你偷吃的 你偷吃的 他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往那边去点别挤 是你挤我 你们干嘛呢 电视里说这几天会出现流星雨 我想占据个有利地形许个愿 我也是 许愿时不能让别人知道 不然就不灵了 你可以换个地方去许愿呢 不 我就在这儿许 我是妈妈 你得听我的 我是儿子 你得让着我 好了 别吵吵了 你们来个比赛 怎么样 谁赢了谁就在这儿许愿 你们知道牛郎织女的故事吗 知道 当然 牛郎和织女都有一个心愿 就是永远地在一起 但是它们中间有一条河 是银河 现在大头儿子扮演牛郎 维娶妈妈扮演织女 看看谁先到对方那边去 很简单 不行 这条道可是银河 不可以碰的咯 谁能跨过这条银河到另一边去 谁就算赢了 雀乔 哪找那么多喜鹊 你想想 喜鹊还不答应呢 所以要看你们俩谁聪明一心 难不倒我 有办法了 天天好危险 我赢了 我过来了 差点弄坏了我辛苦做好的蝙蝠山 看我的吧 我让你们看看这里是怎么回过银河的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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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该做个方向盘 我还得另想一个办法 有了 没有雀桥就地取材好了 看我怎么飞过一河吧 我来啦 大头 大头儿子 你看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怎么样 谁都没快过一河吧 都是大头儿子给我捣乱 要我今晚许愿的就是我了 我也差一点成功 肯定是我先许愿 别吵了别吵了 这样吧 谁告诉我自己的愿望 我看哪个最重要 我就放谁过河 真的 我也有个愿望要告诉你 我的愿望是 现在我知道你们俩的愿望了 你们的心愿都是要过河才能实行 那你觉得谁的愿望更重要呢 你们得配合我 我等过了一河就知道了 没问题 但是我的衣服 他穿上不就赢了吗 你们如果不合作 谁都过不去 好吧 你不合作 那我手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围屈妈妈 赶快准备 早 准备好了 我试试 我终于过河了 今天晚上我可以许愿了 大头儿子 你自己不能一个人这样做 这样做很危险的 你偏向儿子 让他先许愿 你还不是一样路易的 谁都知道 在哪儿许愿都可以 可是我的愿望是咱们能永远和儿子在一起 所以儿子的愿望比这个还重要吗 你听他自己说 我希望爸爸妈妈和我快快乐乐的一起生活 直到永远 怎么样 哪个愿望更重要 微信妈妈 一样重要 健美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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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偷爸爸 你这是在干什么 没干嘛 我看你是羡慕人家一身的肌肉吧 真可惜 你没有 我现在宣布三个月之内练就一身充满男性魅力的肌肉 拿下了健美冠军 什么 健美冠军 就你这小身板儿 健美冠军 别瞧瞧我 我现在就买个跑步机回来锻炼贪恋 好 小豆妈妈 我支持你 这么多健身的东西 花了不少钱 我的健美冠军之路就要从那台跑步机开启 我宣布 我要 我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 对我来说是小意思 微镜妈妈太慢了 这样的话小豆爸爸什么时候才能练成健美冠军 有道理 小豆妈妈 太快了 有苦菜又甜 小豆爸爸加油 微镜妈妈 小豆爸爸好像吃不消了 可是哪个才是关掉的按钮 小豆爸爸 小豆爸爸 这次我可不捣乱了 你可要加油 我要不拉扣300次我就不叫小豆爸爸 好 大头儿子 给小豆爸爸数着 2 3 2 10 21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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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偷爸爸好样的 连汽车都起火 小偷爸爸 这是什么 这叫健身球 我给你买一个 我们一起练健身好不好 好的 现在先做肢体移动 对不起 没什么妈妈 先来练些熊大劲 一 二 三 三 一 小偷爸爸 快点 来了 快点 快快出去 快出去 小偷爸爸 小偷爸爸 好险 小偷爸爸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小偷爸爸是最棒的爸爸 可怜的小偷爸爸 你别再梦想当什么健美冠军了 男人的强壮不在肌肉上 再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家人的爱护 请妈妈 大头儿子 吃饭吧 好香 小偷爸爸 你的厨艺大有长进 我宣布 我今后的目标不是健美冠军 那是什么 我分担的目标是客机处置 明明在这的草莓 终于逮到你了 预备 江湖石板龙 开屁 开屁 你学不得 开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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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姓妈妈老说我打糊涂 她自己也打 不打责义 一批钱就是我的兄弟 打糊涂 控制打糊涂的有效方法是测睡 和避免鼻腔震动 以及听音乐和睡前洗澡 水茶杯 测睡下不通 还有一人 这点果然有了像 我学不着 我学不着 原来是这个东西 我学不着 我不愧 黑蛇 可以 有个女孩子 我试试 怎么摊到垃圾桶里去了 明天买个铁的 结实点 铁的 够结实的 你买这么多气球干什么 玩 别让我吹就行 我的声音不会让你吹的 等我的陷阱复制好了 我做自己的坏家伙 一定会好好收拾你的 可恶的歹徒 快点出来 你看多些小董伙伴 把小董伙伴 去下吧 小董伙伴 我出来 这圆圆的东西怎么那么像我儿子的大脑袋 这不是你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 回去妈妈 我必须说实话 因为晚上你打呼噜不定影响了小头爸爸 就连我 我打呼噜 不可能的事 你才打 这是一盒呼吸鼻贴 睡觉的时候贴在鼻子上 据说能够预防打呼噜 说了 我不可能打呼噜的 这是送给您的玩具 还送给我吧 你怎么买这个 我不是让你买毛炉玩具蛇 你只说是蛇也没说什么蛇 我就买了这个 一大一小 两个讨厌鬼 一二三 跑 不许跑 这一小小时 慢慢冲一下 这一小时 现在可以带一下 你们下车的东西 我们下车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区里怎么能开这么快 那么多的小孩 还有那么多的猫猫狗狗 那么多的老年人 他怎么能在小区里开车呢 妨碍公共安全 没有道德心 我不能允许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的小区里 你说的都不错 但是别带着我个人的感情 回去妈妈 昨天刚下雨 陆华 那个人肯定不会开快车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不怕一望 就怕怕一 回去妈妈 来了 你这气死我了 快停车 你这个小区超速惯犯 今天我一定要收拾你 回去妈妈 收拾是不是太过分了 那我代表小区 我代表小区 罚你五块钱 就算交了罚款 你一样不能超速开车 你说围裙妈妈最近变成女交警了 顺便还当了小区的鸽子饰养员 你听谁说的 本小区的地球人都知道 大头儿子 小区的鸽子饰养员 你能帮我吃吃牛奶吗 可以 要我帮忙吗 一个人就够了 把牛奶搬到我家去 棉花糖还找了小帮手 谢谢你 小伙子 这是我家小姨 她正在搬家来我家住几天 小姨这是大头儿子 大头儿子 真有趣 我姓猪 你就叫我猪阿姨吧 跟猪阿姨好 还是阿姨来吧 别把你伤着了 跟我在一起会让你这么紧张吗 不 一点都不紧张 我 看来拿横幅是没有用了 我必须骑着摩托车去追她 微屈妈妈这太危险了 微屈妈妈 你拦不住她的 有人吗 这是 叫我介绍一下 这是棉花糖家的小姨 她正在搬家 最近过来住几天 大头儿子可真热情 我姓猪 是一名普通的服装设计师 欢迎 您这是 您 我要出门 想把棉花糖放你们家一会儿 可以吗 棉花糖的父母也不在家 行 当然行 快快 您这是要出去吗 正好 我搭您一程吧 这 其实我想 没事的 咱们逛街 现在我们小区里出现了一个很讨厌的超超惯犯 我好想逮着她 而且还是个女的 真的吗 这样的人也太可恶了 那么多的小孩 那么多的猫猫狗狗 还有那么多的老人 她怎么能在小区里超速开车呢 妨碍公共安全 没有道德心 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 不行 我得去阻止围去妈妈 围去妈妈 你带上这个 她就是那个 跳车过分 大头儿子 围去妈妈痛恨的那个小区开快车的人 就是猪阿姨 猪阿姨不是故意的 她的车坏了 最近又在搬家 今天刚好去修 原来是这样 看来妈妈也不用在小区里当女交警了